副文呢 这是秦汉的父亲 孙元良老先生 在日前过世 享受103岁 其实说起孙元良先生 他可曾经是抗日英雄 那么他在生前 是台湾景村黄埔一旗的校友 打过八年抗战 当时知名的八百壮士 死守四航窗户 就是由他所领导的 而孙老先生 他在生前也接受过 中天新闻的独家访问 带你一起来了解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校友 抗日名将孙元良 这个名字你也许不熟悉 但他的儿子你一定认识 一人情汉 孙将军上个月25号 逝世享受103岁 生前谈起了黄埔军校的过往 仍然是立地在目 他是一个年轻的 二十多岁 在这个军校里面 很快乐的情形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北县那里的群军 去找这个业人的大 我一直在这个业外 在分散的地方 就是业人的睡觉 孙元良19岁从军 八年抗战中 打过四次著名的战役 128松户抗日之战 首都南京之役 抗日独山战役 和813上海抗日之役 其中为人熟知的死守四航倉库 就是孙元良领导的八十八师 中国一定强之首歌 和电影八百壮士 就是表彰这件壮烈的战机 八年抗战的江户 牺牲 把我针到台湾同胞 全部大家回家来了 这个世界里是砸死的 孙元良最后的遗嘱 是希望将骨灰葬在宝岛台湾 并适时牵葬回大陆南京 笔花台 龙马一生的精彩画下句点 但故事仍将持续流传 中文新闻黄家腾杨安杰台报导 中文新闻黄家腾杨安杰台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